當歸醉蝦 用的蝦是五節季新村養殖的 放進中藥材再加點紅綠酒提味 不需要煮太久 維持Q彈鮮蝦肉質 比较入味 讚讚讚 非常讚 裡面有冬粿 枸杞 青杞 紅棗 然後煮的話 因為紅綠的味道比較香 目前宜蘭縣大概只剩下六家釣蝦場 然後在我們季新村有四家釣蝦場 海沙炒花生 沙子熱鍋到會燙手的溫度 就可以倒入花生 過程中要不斷拌炒以免燒焦 過去的炒花生就是這樣傳統又在地 這個刷頭要重複使用 如果我們看到手 速度不能停 就是要持續的翻炒才不會讓它炒在地 還要炒均營 宜蘭羅東社區大學開學活動 規劃走入社區 了解社區發展特色 今年10月17號在季新村舉辦 哪走哪動的活動 當天會有河口生態及漁業體驗 還可以品嘗在地風味餐 然後發現社區的特色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到五杰鄉的季新社區 透過一連串的籌辦 包括有河口的人文生態導覽 然後地方的養殖特色的導覽解說 還有沙丘的植物導覽 那另外還有我們今天記者會 包括我們午餐也會準備紅鹿醉蝦 讓大家來品嘗這邊的好滋味 同時我們體驗一下 傳統阿嬤的海沙草花生 它的特別滋味 所以整個活動設計 是充滿社區的特色 還有地理的特色 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幫我們參加 社大開學走入社區 已經舉辦19年走過24個社區 看見社區之美 季新廠名額只有600名 憲政受理報名中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測坊報導 我們ograph的是 我們先經歷 探索 寧 …